日前端分镇卫生院医养融合中心获评为2020年全国敬老文明号 2015年端分镇将卫生院和养老院结合成立了医养融合中心 为老人构建起一个安逸的养老乐园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敬老文明号端分镇卫生院医养融合中心 2015年为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解决老年人养老难看病难缺护理的难题 市民政局端分镇投入200多万元 将原端分镇敬老院托管给端分卫生院打造成医养融合中心 这是台山首个镇级医养融合中心 也是江门市医养结合服务试点单位之一 该医养融合中心建筑总面积4300多平方米 配置有30多间标准双人房共70张床 医疗养老设备齐全 均按5障碍房间设置 医养康复团队包括5名本科学历的中医康复专业医师和10名专业护理人员 我们本身就两院合一 医院跟静老院两院合一 我们就能够将养老这块的医疗这方面 我们得到一个及时的处理 第二个就是我们依托我们医院的一个医疗技术 中医康复还有中医药服务这块 我们为我们养老的老人提供这方面的需求 确实通过这几年的实践 我们感觉确实为这些养老的老人 特别是特困的老人很好地解决了医疗需求这方面的问题 医养融合中心积极探索农村医养结合养老新模式 采取居家养老和集中托管供养等形式 为失智 失能 失读和空巢老人提供全面专业的体格检查和健康管理 生活照料 医疗辅助护理 康复护理 以及临终关怀护理等多项综合性医疗养老服务 2019年 端芬卫生院综合服务全镇65岁以上老年人3853人次 其中 静老院和医养融合中心收治常驻老人30人次 从2020年3月开始 端芬镇依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养老服务工作 将全镇443名建党困难老人全部纳入托管 对其中的孤寡无职系亲属赡养 并且半失能和失能的人员进行集中供养 另外 开展居家养老服务 每月组织家庭医生团队上门 建立健康档案随访 如病情需要则及时送入医院治疗并提供陪护服务 推动农村养老从单一的养老服务 向医康护养一体化服务方式转变 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提升 这个医养融合中心周边的环境和配套设施 组建一支更专业的一个护理队伍 把我们这个镇的医养融合中心做强做大 在满足我们镇特困人员的供养的同时 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更优质的养老服务 努力把我们镇的一样 融合中心打造成全国乡镇养老服务的一个标感 本台记者张志强 廖宝成报道